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上涨0.94% 目前报价是29570点 距离3万点整数大关 只有2%的涨幅了 那么石油价格也是上涨了接近4% 目前报价美油是51块7美金 黄金价格轻微下跌0.08% 目前报价是1556美金附近 那么比特币也是大幅上涨 目前是突破了1万美金 已经占到了10380美金附近 所以昨天我们看到的金融市场 尤其是石油价格大涨的美国 新西兰 德国等国家的股票指数 创出历史新高 那么这样的一个表现基本上预示着疫情趋近于尾声 或者是资本市场已经吹响了反攻的集结号 那么中国最近爆出来的疫情增长的速度已经是在降低了 给市场造成了不错的一个信心上的提振 以及各国央行和政府相应出现了很多政策性的支持 不管是继续刺激市场的流动性 或者是进行一个企业资金上的一个补充维稳 为市场的股票也好 或者是中小企业或者是大到上市公司提供更多的资本流动性 来度过目前处在疫情阶段的一个难关 那么最近我们也是和很多澳洲本土的一些餐厅老板 或者是小企业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那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大家的日子都非常的难过 尤其是只专注于华人市场的一些企业 或者是一些公司以及餐厅 那么这些人我们聊下来之后 大家都有个共性 就是目前是有意愿 想要了解更多的金融市场上的一些投资和资讯 其实原因很简单 相比于金融行业传统行业来讲 投入大产出时间周期比较长 并且要考虑很多的一些不可确定的因素 那么在退出的时候 退出机制也非常的荣杂 比方说我签了一个一年期的合约 可能只能做了两个月或者三个月的餐厅 我就想把这个店转让退出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受让一部分的转让费 并且基本上是亏损转让 但是金融产品就不一样了 我们退出的时候价格跟前一秒价格 基本上相差不会太多 所以进退比较自如 那么同样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 我们进可供 股市大盘都是在上涨的 那么在经济环境比较弱的时候 像现在我们也能够在市场里面找到 相比于其他投资产品 更有优势的一些 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资产标的 所以长期来看的话 对金融市场的一个熟知和了解 将对我们个人资产或者是家庭资产 构成一个非常不错的组合 以及财务上的一个支持 最近我们有一只股票表现还是不错的 叫做IAL也是之前11月24号 大活动上推荐的 那么作为雅思和留学移民的 一家大型商事公司来讲 它的长期的报表会非常的出彩 因为很简单 澳洲留学移民或者是教育类的行业 它的收入占比是其他行业 就是说利润率是相比其他行业更高的 基本上很多Commission能够达到30%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给我们的学生推荐到一家TAF去上学 那么学费中可能有高达30%的费用 基本上是作为这家公司的佣金 所以从收入的角度和可持续的增长的角度来讲 留学类的或者教育类的行业都是值得我们长期关注的 那么这家公司最近爆出财报之后股价大幅上涨了接近30% 那么上一次活动呢已经是过去了很久了 是11月24号 那么在12月和1月呢公司取消了所有的线下活动 那么不管是我们赞助了这个新年或者是中秋的一些庙会晚会等等 基本上全部都取消了 那么本次呢2月16号我们周日的活动呢 也是在2月1号禁令之后在14天以上 据说本周日已经是到达了16天的一个观察期 那么大家呢如果是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们这一次呢主要是还会对股票市场以及呢辅助的提到澳元 目前这么低的一个价格以及黄金的一些未来的走势和行情 所以呢我们长期认为啊每次我们在线下或线上的讲座呢 都会有一些符合逻辑的不错的一些金融产品投资的推荐 那么不谈钱的合作与投资呢在我看来就像不结婚的恋爱 那么都是在耍流氓 所以呢对于啊16号本周日的活动呢 啊11点半举行在Gland Valley 如果是大家啊最近有回过国 那么观察期没有满14天的啊 没有啊一定要遵守政府的规定啊 还是在家自行隔离 那么如果是啊大家不愿意去啊 或者是时间不允许 那么大家可以啊跟小助手要之后的一个PPT和电子文档 那么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 其实呢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对人性和社会以及市场的一个观察和反思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做谣言止于智者 啊智者 那么在目前澳洲的大环境来讲的话 我们受到的疫情冲击 其实本能上来讲的话啊是非常小 只要我们是一个理性的人就应该知道 那么这次疫情已经是澳洲政府和中国政府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包括封城和禁非等等政治上的一个决策 但是呢我们看到唐人街或者是相应的一些地方呢 啊这些餐饮行业基本上呢已经是没有什么人去光顾了 那么即使在目前那个情况下呢 我们作为GoMax也愿意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 我们依旧是主动联系到这些商家 那么给他们赞助和他们合作 同样呢我们也是在外卖平台上啊 在这样不景气的环境下 我们明知道要亏钱 但依旧呢是愿意和类似于熊猫外卖啊 达成一个合作意向 并且呢签订合同给予他们赞助 所以呢我认为在啊越是环境不好 或者是出现风险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啊更多的互相帮助 那么不要啊大家还是要适当的啊 进行一定的防护 但是呢一定不能过度恐慌 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认为过度恐慌呢就有点像啊 我们去鬼屋啊 然后在鬼屋里面做决策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做的决策呢 往往都是错误的 或者是不理智的 那么在资本市场上 有两个词叫贪婪和恐惧 现在呢啊我们就知道 贪婪的时候做的决定 往往也都是错的 大家回顾自己过去的交易记录 和历史来看的话 基本上都能够验证这样的一个道理 在任何经济危机来的时候 股票大幅下跌 百分之三十也好 二十也好 那么那个时候呢 人们都是恐慌 很多散户成不住气都卖掉了 结果往往都是卖到了最低点 所以呢在他人恐惧的时候 我贪婪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句治理名言也是资本市场 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可以用到的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去餐厅 当然了前提是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啊 包括现在澳洲政府和澳洲的卫生组织 以及国际卫生组织都已经非常明确 不必要在海外引起过度的恐慌 那么如果我们的行为啊 机体的行为导致了整个经济的一个严冬 资本的寒冬 那么资本寒冬下 其实每个人呢都跑不掉的 那么疫情来的话 我们可以在澳洲安安静静的 对吧 不受影响 但是资本的严冬一旦来了 那么中国澳洲 美国欧洲 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逃开 所以呢资本寒冬下 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那个时候呢 每一个人都会受到严重的一个损失 所以呢这一次呢 中小企业也好 餐饮行业也好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顺利度过难关 并且呢 也号召大家理性对待 疫情的事情 理性对待每一个我们做出的决策 尽量避开可能到来的一个资本寒冬 那么也希望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呢 这次能够携手共进 那么推动稳定股市的一个上涨 那么去提振一下市场的整体的信心 大家共度难关 最后呢我们在今天晚上啊 也是有一次网课的 那么是邀请了一个做外汇比较厉害的专家 那么大概的时间呢是八点 还是老样子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 苹果电脑 Pad 或者是Windows等等 这个台式座机都可以观看 因为线上的网课还是非常方便的 大家如果是想要报名参加周日的活动啊 我们也会在现场发口罩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3-8658-060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